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敬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各位佛友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说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懂得 心情是人的一种感觉 有的时候心情好了 你感觉就好了 心情不好了 感觉就不好了 但是要记住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生命 但是他有时候心情却能控制你人生的大半的生命 所以心情好 有的时候什么都好 心情不好 你的心就乱了 不要让你的人生输给了你的心情 所以一个人有学佛精进智慧的人 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 而是输给了自己的心情 所以不要用坏心情来贬低了我们自己学佛人的人格和他的形象 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 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不足啊 因为会降低我们的能力 会老乱了我们的思维 从而最后输给了自己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学佛的人 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心情 能够处处明白 我今天所处的环境和位置 应该说什么话 我今天的心情不好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当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这样你就能控制好自己的感觉 生活才会处处的显示出祥和 生活本来不苦 苦的是我们人生的欲望太多 你看看我们今天要这个 明天要那个 后天我们又需要这个 心本来不累的 累的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人生本来不苦 苦的是我们的心 苦的是我们对人间物欲的一种追求 所以人生就是欲望和所求的不断的增加和减少的一个过程 你如果对人间的欲望增加越多 你烦恼越多痛苦越多 如果你对人间的欲望慢慢的学会放下 那么你慢慢的就会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因为这个世界的真谛就是苦空无常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受了很多的苦 然后我们最后走的时候 得到的一切都是空的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最后我们又以一生的无常来总结自己 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 没有一句话是长久的 没有一个思维能够长久 和没有一个行为 你能够永远的拥有它 所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 基本上都不能拥有 所以对生命的深层次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懂得苦空无常的真谛 我们要学会放下 我们要学会放弃和回归 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 非常的可爱 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 什么都是叔叔阿姨先吃 哥哥姐姐先吃 这个我不要 姐姐拿哥哥拿 而现在越长越大了 我们变得什么都要 我们变得什么都要跟人家抢 跟人家夺 跟人家争 哪怕一句话 我也要跟人家争 这就是我们人生 因为忘记了我们的本性 和本来的面目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回归本性 放弃我们人生的欲望 其实放弃欲望就是放弃自己一生的烦躁 和贪心 回归你自然的本性 回归你内心的安宁 所以怎么样来回归呢 首先要治愈你的贪嗔痴 贪嗔痴要治愈 不但要做善事 人如果不做善事 时间长了 他就会做坏事 所以人生必须学会做善事 不但要做善事 而且要教导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一种佛性的互动 佛性的互动就是 在有理智和为别人所想的基础上 有大爱 有慈悲心的基础上 和别人产生互动 这样你就会见证佛性 所以人生要学会见证佛性 就要管好自己的身口意 你今天想做佛 你嘴巴管得住 管不住 你今天意念干净不干净 你意念不干净 你成不了佛 做不了菩萨 你的行为出来 代表你的人格 代表你的 这个我们说 高贵和低级 所以讲出来的话 一个动作让别人看得起你 或者别人看不起你 所以佛法 就是让自己学会慢慢的定下来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定 把自己的心定下来 所以要懂得 你弘法的人 就会得到妙法 今天去帮助了别人 你会拥有菩萨的妙法在你心中 因为能够帮助别人 因为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他心中一定有妙法 所以用善巧的方法去救度众生 帮助别人 尤其在别人痛苦 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要学会帮助别人 所以学博度众 首先要学会自己 认识善恶 认识自己 你今天的心 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 你今天如果是善心 你大大的去做 很多很多的善事 善良 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 想的都是恶事 那你不能去做任何事情 所以对内讲 身体非常重要 对自己的身体内部来讲 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对自己学佛人来讲 外部要保持自己精神的健康 所以身体的气场平衡 我们说平顺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今天特别开心 气很顺 很开心 就是不能有称心 记住了 没有称心的人 气就会顺 就会有爱出现 你的气场一顺畅 你烦恼就不会产生 你今天有妙法度众 你的烦恼就离你而去 所以要照见五蕴皆空 不要把人的思维 阻碍了你的内心的佛性 全部照见 要看到他 要去除他 要透视他 要越过他 比方说 今天你想做件好事 你想我没时间呢 没关系 只要学观世音 不想做好事 我越过时间 今天 说我去帮邻居了 说不定家里还有其他人 不喜欢邻居的 谁要骂你了 你想到 我要帮助别人 因为我是学佛之人 那么你把周围的这种杂念 把心里的杂念 全部去除 照见 就是要照过 透过他 照见五蕴皆空 让自己身上的佛菩萨的光 和能量要相融合 和自己的为人相融合 你这样才能坚定到心 所以人家说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而且要不能做坏事 所以弘法要懂得 我坚持精进的努力 我一定会得到多助 别人都会帮助你 你在学佛 别人会支持你 别人会看得起你 别人会尊重你 你就有贵人相助 所以要在自行的弘法中 增加福德 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学佛的人要有福气的 没有福气的人 学不到佛的 很多人天天还在吃喝玩乐 在浪费的时间 他们怎么有这个福气 听到佛法呢 他们有苦恼的时候 他们没办法 就像很多年轻人 在谈恋爱当中痛苦了 他们只能到网吧了 在自己的网上了 来消磨时间 来减少自己 对这个事情的痛苦 所以这些 就是他们的福德还不够 所以福怎么来的 帮助别人 广结善缘 就有福气 德是怎么来的 尊重别人 不撒谎 好好地和别人 交朋友 好好地为众生服务 能够帮助别人 你就会有道德 这些都是属于 学佛人 无私的那种 无形的那种助援力 这些没有形状的 看不见的 那些助援 帮助你的力量 所以你去看 一个学佛的人 会得到很多人 对他的帮助 对不对啊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没有这方面的帮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 只知道自己 只知道自己自私 根本从来不想到 要去帮助别人 所以一切都是你的心造成的 你今天能够用心去帮助别人 你就是个善良的人 你每一天帮助别人一点 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有三百六十五个光亮点 和你的善良点 你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如果你今天做一点点坏事 累积成恶 你就是个恶人 你的心怎么会干净 所以我们修心的人 要修成干净 这样才能对外面的邪思邪见 和不如法不如理的事情 不能到你心里来控制你 你才心中才会干净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